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死亡是一种文化 都说人生最好的态度是向死而生 这也是对生最大的负责 但当人们直面死亡的时候 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其实说这些呢 就是现在我还没有 我其实还没缓过来 提到父亲还缓过来 还没缓过来 等于说 我的遗嘱当中有些规定 比如说我的遗体是捐献的 我是希望我死亡的时候 身边没有亲密 我就没有在我父亲跟前 我到现在都觉得是个梦 就是很多东西不真实不现实 就是我很难 我很难走出来的原因就在这 没感 我觉得现在的态度 就是这个教育 他这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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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像都是很轻松 很乐观呢 我们每天都是奔向着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真的非常棒 但是呢 好像对每个人来说 都有那么一天 突然就领悟到了死亡的存在 时间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来想想 我们自己到底是哪一天有这么一个领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只要我们生下来 下一步就是死亡 就是必然的 只要我们生下来 我们每个人的路都是在走向死亡的路上 只是迟早的不同 对吧 有句话这样说的 就是父母是挡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门帘 如果父母死亡了 你就看到死亡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的朋友 有一天你的朋友说哪一个突然猝死了 你对死亡就会有认识了 还有一个就是医生跟你说 你愿意吃点啥就吃点啥 这个时候你也会考虑到死亡 我的小时候我第一次遇到死亡 那个死亡对我的冲击很大 当时我只有七岁 传达室的老头昨天好端端的 今天就躺在那了 而且我还看到了 孩子都看到了 这个刺激太大了 我几乎有将近三四天吃不下饭 这个对我刺激很大 我才知道人要死 所以面对死亡来讲 我小时候那一次的印象是终身难忘 后来就碰到很多死亡了 到了我这年龄 你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死亡 也很正常了 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龄 对这个度麻木了 不麻木 是吗 越来越敏感 老人有三个特点 爱钱怕死没瞌睡 那么年龄越大你越怕死 因为你年龄越大以后 就像你的电池到最后一格了 你年轻的时候 你同学在一起 经常传的是 谁是谁考上大学了 后来同学在一起 对 后来又听同学讲 谁是谁把我们的班花追到手了 对不对 后来又听谁 谁结婚了 谁生孩子了 到了我们这年龄 谁住院了 谁又死了 谁又静活当场了 所以这个提醒你对你是很糟糕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对死亡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死亡是有个正确认识 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是必然要死的 这是肯定要死的 迟早的问题 第二来讲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怎么样够健康的死亡 如果你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 如果你还有一些佛学 哲学 还有些信仰 相信人的轮回的话 可能这个死亡对你的心理的阴暗面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你说这个敏感 但同时也是接受的一个情况是真的 我记得我外公外婆 他看门标志 看报纸 先翻到最后 就是离开了的这些事情 先看 因为他想可能就是 周围的人不一定会通知他 他现在自己知道的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的周围的人都有可能随时 挺可怕的 我觉得 那么问问你 就是你第一次面对这个死亡是什么事 我第一次看到死亡 也是在很小 几岁我都记不住了 我看到邻居家的一个 我们的小朋友的爷爷 但是我没有见到他的脸 我只是从他家门口过 知道他爷爷去世了 看到了他的脚 这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但是没有害怕 因为太不懂了 可能很小 不知道死 不懂 知道死了 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 然后就知道他的爷爷没了 去世了 然后从他家门口过了 这一个过程 扫了一眼 就看到一双脚 所以我就是到后面 很长时间 一提到某某人去世死亡 就是那一双脚 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的深刻 明明当初好像就是在告诉我 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我来说 我也是小时候第一次直面死亡 但是不是说看到人离开 而是说我记得我们经常在山上 我们去露营 我跟我爸 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 还有姐姐我妹妹 都会在一些石头上面 跳来跳去 攀上去 这一些都是有一点危险的活动 然后以前我爸就会跟我们 一起来跳来跳去 就觉得没什么了 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敢跳了 我们都可以啊 他就是突然就 他的胆子比我们小很多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后来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他的那个时刻 突然就想到了 如果他走的话 我们怎么办 他的生命的价值 就是摆在那边的 所以他要对这个负责 对我对他家人负责了 就是那么一种领悟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效果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是后来几年 让我也深思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周围人 有负责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太轻看着 我们这条生命 那如果我们说 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长辈 自己生活中最最重要的 那几个人要离开 肯定是一个 很折腾的一个时间段 对 很难受 很难受 那我们来说说 就是你们自己 是不是有 有周围的 就是最重要的人离开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麦子说的 就是亲人的离开 你可以分析人生有几大痛苦 什么失业 钱少 疾病 最后分析下来以后 就是离别 亲人的离别 是痛苦摆在前卫的 特别是那种突然的离别 就是超出你预期的 本来咱俩说好了 明天还要吃顿饭 但是他突然第二天就死了 那个属于不应该走的时候 对 这个意外叫你是打击很重 如果有预期 比如说这个病人在床前已经躺了十年八年了 甚至他不走 你也觉得他该走了 是减轻压力 这个有释放 有解脱的感觉 对 但突然死亡 你会很难过 但是他是你的亲人 不论他是突然的 还是有预告的 你都会很难受 非常难过 我的父亲死亡 是我握着他的手 我一直握着他的手 因为他医生通知我 他是病危 我们去ICU抢救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我握着他的手 你就看着他 一口气越来越少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死亡了 就很明显 这个死亡 当时你作为亲人来讲 你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你是儿子 从小跟父亲在一起 在那一撒那 你可以回想起你父亲年轻的时候 英俊的时候 强壮的时候 他保护你的时候 他像一个上帝一样在你面前的时候 和最后在死亡这一撒那 他又瘦又缩小又弱 又一口气上不来 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样的相比的话 你会很难过的 其实这种死亡是正常的 就是人从年轻到衰老到死亡是正常的 我周围最痛苦的是 白发人给黑发人送上 就是父亲握着儿子的手 儿子离开这个世界 对 这个是非常难过 反规律的那种 还有我们很多失独家庭 我们当年号召的是生一个好 但独生子一旦失去以后 失独家庭的父母整个崩溃 无论亲人怎么跟他介绍 你养条狗 你做点公益 大家在一起聚聚 不可能 他代替不了 所以亲人的离别 亲人的离别是我们生活当中 最痛苦的一件事 更痛苦的就是年纪比你轻的 你的晚辈如果死在你前面 你是无法接受的 其实父母在的时候 不管他多大年纪 不管你自己多大年纪 始终他还是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 在心理上也是你的一个依靠 就是我跟的来源在那里 其实说这个话题 我是刚才是有一点 在听周老师讲的时候 是有一点 在尽量的克制自己 有点难过 我父亲年前刚去世 其实说这些 就是现在我还没有 我其实还没缓过来 提到父亲还缓过来 还没缓过来 等于说 回来之后 自己也调整了很长时间 都不能工作 其实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 我要表达一种什么情绪 我想要怎么样的 它自然而然的一个流露 就像说我们几十年的生命 跟这个父亲一起 这个共同成长 他教我很多东西 那么他也给予了我人生 很多宝贵的 并且通过他的这个趋势 也让我在他的行为上 也获得了在书本上 甚至于某些语言当中 都不能够获得的东西 这个是我特别感恩的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大势所趋 他就走了这条路 那么我是觉得您的幸福在于 还能握着父亲的手 我是没有这个机会 只要我听到消息才回去的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聊这个 为什么我说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关于生命死亡的话题 是一个光明的话题呢 就是在于 这正好是快到清明节了 清明节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就是有其中一个习惯 就是扫墓 其实这个扫墓并不是一个悲伤的状态 编导跟我说今天穿的素一点 我特意挑了一件这个白底 带一点花的带点绿色的这个衣服 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 不是目前现代的 传统的文化里所表达的更多的是 清明节 祭扫这个祖墓 那么这个向祖宗告慰 还有一个什么 它就是春季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 春季不是代表蒙生吗 新开始吗 对呀 它就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草木青青 就是新生的开始 这是生长的季节 那么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 去向祖宗告慰 我觉得是很有深意的 就表达我们的那种 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 对对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每个人都有老趣的一天 如何善终 也是所有人都会考虑到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 是如何计划自己的晚年的呢 他们对安乐死 又持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继续收看 我在三十年前就写遗嘱 三十年前 对 三十年前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开会 朋友就开他玩笑 说你这肚子怎么最近大了 发福了 他就感到浑身没劲 回到家乡 一做检查干浮水 一个礼拜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虽然当时的人没有什么财产 但是他喜欢摄影 所以他有几部非常高级的照相机 就为这几部高级的照相机 家里都会发生争执 哥哥说是应该给他 弟弟说应该给他 老婆说应该给他们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 这个人的死 人的生 我们又知道自己的日期 但是我们的死 每个人都不知道哪天死 还真的是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开始写遗嘱 我的遗嘱当中 有些规定 比如说我的遗体是捐献的 我希望捐献的 同时我捐献的时候 还首先希望捐献给 那种养家的男人 因为养家的男人不容易 其次就是给大学生 他们有希望 最后排序才是我的亲人 而且写遗嘱 你会有个体会 你会发现 在遗嘱当中 你能提到的人 才是真正你的亲人 因为我有一个认识 就是我活在的 我活在世上的时候 要尽量给自己的亲人 减少麻烦 那么死了以后 也一定要给亲人减少麻烦 对吧 这是必须的 所以做人是要有什么责任 生前要有责任 死后也有责任 所以我就奉劝我很多朋友 我说不管你们有没有财产 你都应该有一个责任 起码你在遗嘱当中 你要写一下 哪一个朋友 当年我对不起他了 我现在想说一声 sorry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提前写遗嘱 我们说五福 这个长寿 但是在过去只寿是60岁以上 60岁以前都叫夭折 对 它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寿命 然后你才有富贵 康宁 好德 然后善终 是吧 其实我是觉得 我到目前为止 倒是没有像周老师这样的 这样的与动 并且对 想得这么明白 因为你年轻 这个确实还是没想到这一些 但是呢 我是 由我父亲去世 这个之后 我父亲开始 他身体不是很好 我其实有很多想法的 我想了很多 真的周老师 现在跟你们在这分享 我都觉得 要在这个节目里面 如果有年轻的朋友们看到的话 一定要当一回事听 就是说 我想了很多 说父亲到最后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我要不要像常规那样 去ICU 去给他插管子 或者是做最后的那种抢救 然后把他 就是我认为 把他祸害 遭他的都不行了 结论 那么然后我也想过呢 用这个 这个佛教的一个方式 给他念佛 给他念经 诵经 用一个安详的方式 让他往生 然后 这些我都想过 但是 但是 结果就是 我都没用上啊 我父亲是 自己躺在床上 自己睡过去的 我没有来得及 做这些事情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跟父亲 还没来得及沟通 我最惭愧的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没有急 我没有在他身边 这个是我最难受的 那你考虑过 你自己没有 就是你比如说 有一天 你面临死亡 你会怎么想 我不用说的 我一定是以我的信仰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一定是这样的 对 我这个我是跟我儿子都说过的 我这个话 我跟他讲 我说一定要用宗教的方式 帮助我的遗嘱当中 明确规定 禁止抢救 谁要把我救活了 我跟谁没完 这个是我明确的 其实那是非常痛苦的 没有必要 你为什么把我救活了 救活干什么呢 我想死 或者说我已经自然死亡 你把我打着针 扎了八个管子 把我救活了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的 最怕的是那种 就是你自己已经没有意识了 你家人就在 新家荡产了 来抢救 真的不应该 所以需要一个什么 就是临终关怀的这一块 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个不包含这个宗教含义 就是说我们用医学的角度 怎么去操作 对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是人家已经没有意识 或者没有办法传达自己的需求 自己的想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还有一个是 完全还有意识了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迎来这个死亡 这就是安乐死 就是在有一些地方是合法 有一些地方是明确禁止的 但是还有一些是灰色地带 有一些好心的医生 可能会就是争执眼 逼执眼这样的情况 那么有一位就是 台湾的一个著名主持人 他是选择在瑞士 就是合法的地方 安乐死 他也是在自己的儿子的怀中 喝上这个药 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也是媒体上面 是曝光的整个过程 也是我相信很多人看的是震惊 对 那你们怎么看这么一个做法 安乐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 OK 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安乐死 我们可以看动物 动物是做不到的 对 人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做到呢 你看它是文化越发达 经济越发达 特别是文化发达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历法就比较早 对 有瑞士 有荷兰 有瑞士 阿姆斯特丹 荷兰 还有些国家 有些美国 有些个别的州 加拿大的地方也有 但是有些地方 他规定这样 安乐死的时候 必须是在你清除的时候死亡 有些地方是你生前 我签了字就可以 但是有些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有的地方 他会这样问你 你是不是今天想死 他要问你很多遍 你说是 他一定要在你清醒的时候 决定死亡 而且给你注册死亡 这个是有一点 常人难以接受 大部分的安乐死 是我在病痛之前 我就签了一个协约 在我得到一种 不知之症的时候 痛苦万分的时候 可以死亡 这个安乐死 是人唯一能够获得尊严死亡的 一个手段 人恐惧的不是死亡 人有时候恐惧的是痛苦 你看 鲁迅他写过一个短文 说有个老太太得了绝症 很难受 他就到河里边 他想淹死自己 但是走到一半又怀烂了 旁边就说 你怎么回事又怀烂呢 老太太说水太凉 他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说人不是惧怕死亡 而是惧怕死亡那个痛苦 对吗 所以安乐死是应该提倡的 我在国内 我在任何地方都提倡 安乐死尽早立法 解决千千万万个人的痛苦 让每个人能有尊严的死去 他基本同意我的说法 我基本不同意 说实在 对 关于这个安乐死 周老师说的别的话 我基本同意 大家有共识 但是 但就这件事 我确实是 如果说从情感上理解 这个人的痛苦 最后的时候的这个痛苦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就觉得安乐死 我总把他等同于 那还是杀人 那是一条命 他不是自 有一切不是自然的 我都还是觉得不太认同 就这个问题上 我想问你 如果你得了一种绝症 而这个绝症非常痛苦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痛苦 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痛苦 你会选择吗 这样子 就是说 从我现在目前 我的角度来讲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信仰的角度 我是给自己规划的一个形式 就是 你没有直接回答我 预知实质 您听我说 预知实质 然后自己料理好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认为 人和宇宙之间 是有一种信息能量的 所以 我就要这样设定自己 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但是我给你打八个管子 扎在你身上 让你活着 你愿意吗 不会有那种情况 作为我来说 不行 就像你说的 必须给你打八个管子 我就不要 不要做那样的抢救 就不要做那样的 物理性的伤害的抢救 这是一个 也是像 比如说可以立遗嘱 你这个 也是一种认同 也是一种认同 你已经回答了 你拒绝抢救 对不对 你希望自然死吗 不会让自己到了那种程度 明白了 对 拒绝抢救 我觉得很多人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呢 故意的加快这个死亡的过程 还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个是反规律的 到最后那个阶段 用人为的方式的话 我认为是杀人 我不同意 你知道吗 ICU病房的消耗的医疗费用 是一个人一生的70% 多大的一个消耗费用 对对对 把你的子女 把你的家庭 全部拖垮 拖垮都没了 另外拖垮的毫无意义 有意义吗 所以什么叫聪明人 什么叫明白人 在这个时候就有选择 所以我们做这种节目的时候 一想到我们站什么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很健康 我们吃饭 吃得香 睡觉睡得好 然后我们来评论安乐死 还是我们每个都是身怀 癌症的绝症 我们每天都在痛苦当中 我们来谈安乐死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一定要站在病痛的角度来谈 昨天上午 我北京的朋友正在开会 突然中断 他的妈妈 付安眠药自杀了 乳腺安晚期 化疗放疗 非常痛苦 给儿女留了一封信 告诉他们 不要抢救我 我太痛苦了 结果又被抢救过来了 我就说我这哥们 我说你愚蠢吗 他说那是我的岳母 我做不了这个决定 而且很多中国亲人 在这个死人面前 他扮演什么角色呢 他扮演孝子 就像你说的 那是杀人 那怎么叫杀人呢 他自己的愿望 他痛苦 他要解脱 痛苦和我们杀人 是两个概念 所以你那个定义 是错误的 我告诉你是错误的 他要解脱 他痛苦 和我们说杀人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你说的这个很对了 就是对我们每个人 就是如果是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最亲的那个人 要安乐死的话 或者是要放弃成就的话 我们就很难做到了 我个人来说 从理论上的这个角度 肯定是支持 肯定是支持 但是如果真的要面对这个的话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能不能做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人们往往忌讳 谈及死亡 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日本 文学中常常会出现 死亡美学 那么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 都有哪些不同的死亡文化呢 欢迎继续收看 比如说西藏 他搞那个天藏 他把我们的亲人的尸体 剁成一小块 一小块 你下得了手吗 他下得了手 他认为这是很快乐的事情 让老鹰全把它吃了 升天 他就认为 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你看我去加拿大 加拿大墓地 坟碑 非常漂亮 很多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开party 在那散步 但是你看我们的坟场 谁敢去 都怕 一年就是亲民去一趟 亲民去人多 平常去就认为有鬼 有魂什么的 还是文化的不同 你看日本 日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叫《入恋师》 你看看他对死亡的那种尊敬 他不是把你当死人 他是把你当人 这个叫你很感动 我是觉得 从这个传统的角度来讲 中国人并不是特别忌讳死亡 这个事 我不觉得 可能是说近代中国 有这个趋势 大家都很回避 就是说用另外一个词来说 是表示尊敬 并不是说害怕 你想 这个历代的帝王 他一开始执政 他第一件事 差不多是第一件事 就开始要选择自己的 这个墓穴的位置 见他的墓灵 对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相思而生的 对吧 我们未来走到的那一天 都是那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中国儒家就认为 有怪力乱神这种事 孔子虽然不说 但是他说了不与怪力乱神 那就是因为有 他认为还是有 只不过我们解释不了 我们不说 那么等到了道家 更是了 庄子说生者既也 死者归也 回去了 还回到哪去了 那我们现在无从探讨 他是怎么想的 还没有那么深入的去研究 那么等到佛教来到中国之后 那轮回的这个理念 就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始终还是认为 有所谓的这个六道轮回 有所谓的鬼啊神啊 中国人还是惧怕死亡 你刚说那个帝王将相 他给自己去建墓碑啊 和我们祭会谈死亡是两回事 他去祭墓碑啊 他是希望死后还要继承什么东西 他认为还是大家都认为还有死后的世界 至少是面对了 对他都有死后的 就包括平民百姓也是一样的 中国的父母啊 绝不会跟你讲死 你讲一点什么 晦气的话 他都让你呸呸呸呸半天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好死不如赖活 这是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 现在在老人面前 现在我就接受了死亡的这种事实 我从小就跟我的孩子 跟我的女儿 跟我的儿子谈 我说爸爸年龄比较大 比较老 死的比较早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学会自立 要把自己的学习做好 要管好自己 他们就问什么叫死亡 那我就一点点跟他们讲 接着呢 他们就会不断地问 甚至在过上 半年以后就突然就问 爸爸你什么时候死呢 大概有个日期吗 就孩子 着急吗 从小说这种教育和文化以后呢 孩子对死亡 他的状态 和我们从小禁止谈死亡 长大以后 状态是完全不同 对 我不知道可能是成长的环境的关系 我倒是从小没有觉得死亡 这个话题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我的遗族讲得很清楚 就我死了以后 不开水道会 不换衣服 什么时候死 什么德行 就什么德行 烧成灰 儿子方便洒在山上 就洒在山上 方便洒在河里 就洒在河里 OK 就简单一点 不要搞这么复杂的事 虽然我们都对死亡有一个恐惧 心里边有些忌讳 但是死亡来临的时候 你真的要做些准备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要交代清楚 但是这个仪式也对 你留下来的人 有一个伤愈的作用 你完全不要 他是不是也不做了 这个我觉得 我是希望我死亡的时候 身边没有亲人 这是我的想法 你看那个大象 一个大象 如果他老了以后 他知道自己死亡来临 他就独自走了 他会走在非常深的森林里边 一个人独自的死去 但是人不是大象 对吧 人都希望亲人在身边 但是我死亡的时候 我希望我自己 我住院的时候 都反感朋友来看我 你想朋友 上着班 请着假 拿着鲜花来看你 心里想着早点走吧 何必呢 医院 是你喜欢去的地方吗 我死了 是很窝囊的事 而且人老死了 而且是要看到你弱的时候 不希望没必要 没必要 没必要 还有一点 等我死的时候 假设我是正常死 一定是老死 对吧 老死你身边有几个老人 你死了以后 还要给那几个 仅存的活着老人 增加一点刺激 何必呢 最好是自己死在 克死在 一乡一国 身边的朋友 仅仅知道 我的朋友 某某某 他死了 仅仅知道这个就行了 如果他们知道 我是安乐死 我能是平安的死去 无疾而终 那我的朋友 都会很高兴 不让子女 在你跟前 避免 避免 就是尽量 是不让他们 看到你的那个状态 但是我跟你讲 一个事情 我就没有 在我父亲跟前 我到现在 都觉得是个梦 就是很多东西 不真实 不现实 就是我很难 我很难走出来的原因 就在这 没赶上的这点 很难过 对 我也觉得会很难过 对 不要这样 尽量不要这样 但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一个愿望和诉求 对吧 但是不论 什么样的愿望和诉求 你想把最好的留下 无疾而终 健康的死去 是我们祝福所有人 那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希望 每个人健康地活着 只有在健康地活着的情况 就应验了你们的话 他活着什么招 他死着什么招 对 健康的死去 健康是前提 我觉得我们拿出来 要这个祝福 来结束这次的节目 我们就希望大家 可以健康地活着 那就是比较增年的 好